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的就会给你盖过的 对吗 不敢当面的 你看我们的这个第二个季节的已经来到第15集了 如果听众们你们有注意我们的这个节目过得特别的快 不知不觉来到第15集了 我们继续的这个第二个季节呢我们还有多几句了 就可以说是有另外全新的面孔出现在第三集 这里买个关子先 嗯 对的 对的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跟之前都是一样的 Alphie我们是以这个三个环节来进行的吗 对吗 对的 来来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是哪三个环节呢 OK 我们第一个环节就是 波比聊时事 嗯 OK 就是会讲一些新闻的背景啊 带入我们今天的主题 然后第二个环节 当然是我们的 呃 世仇之路 嗯 所谓的世仇之路 当然是会有我们的每一集都会有我们的重量级的嘉宾 来为我们解答意义的疑问 还有一些的迷失 OK 然后来到第三个环节 当然会有我们的波比比达拉比的 对吗 对的对的 来考一考观众 转一转脑筋 是是 那这个第三个环节呢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互动的环节 然后每次呢我们在这个环节呢 我们都有很多的这些听众 都参与我们的这个互动的 有时候我们会以这些 哦 问答题 学题的问答题 哦 再叫大家就去再用手机啊 或者是用你的电脑呢 在屏幕上你看到的一些的 呃这个问题呢 就输入那些你认为的这个这个答案进去 所以这个这个环节呢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好的 大家的互动一下 也在 呃 这个是一个推动力 让我们的继续下去 啊 新的一些季节 带给大家不一样的啊 啊 这些主题 课题 我也很期待啊 皮特 嘿嘿嘿嘿嘿 是的 你看到金坦 现在我已经看到有很多听众 也进来了 我我们 呃 今天呢 是在有这个我们的这个 呃 Facebook我们的面书这边呢 我们直接做一个live 还有呢 还是在我们的另外一个我们的Zone的平台 所以呢 呃 今天一个的朋友现在听众来了做好好的 哦 我们只是要你现在呢 可以把我把你们的这个啊 屏幕呢 就是啊 静音哦 啊 静音 然后带我们就进行这个第一个环节 第二个环节 就可以啊 啊 清楚的聆听我们今天要带出来的这个课题 那到了第三个环节的时候呢 啊 啊 我们也是可以啊 让这个听众们呢 就参与互动的话 就可以 把你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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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啊 这个 这个答案呢 在这个啊 这个留言箱里面的啊 啊 留言箱上 对吗 嗯 嗯 对的 嗯 对的啊 所以我们这个 这个可以说 在 每一个 系列进行的时候呢 我们都有这个 comment呢 你们可以留言啊 啊 或者现在的这个时候呢 啊 趁在这个周末的时间 啊 把这个啊 啊 在这个 Facebook啊 把这个link share出去 share出去 让你们的身边的朋友 也可以进来 来听我们分享 好不好 好的 记得大家 大大力的帮我们 share出去 嗯 是 我们就会有更有动力的 去做好这个节目 是的 大大力的 哈哈 或者是 share高高 也是可以 share高高 对的 啊 所以我们的这个系列呢 我们的这个系列呢 其实是由我们这个 这个proby app 全力赞助的 哦 你们可以在这个proby app的 嗯 对的 嗯 对的 大家可以 尽力的去download 嗯 是的 是的 来 Alphie 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的这个proby呢 是怎么样的一个理念的呢 嗯 OK proby 其实是 全球第一个全方位手机的应用程序哦 嗯 一张式的技能 APP 为你心爱的家 提供一切所需的服务 就是所谓的社区经济啊 Peter 嗯 让你无时无刻 零距离的接触 而且我们在这里也呼吁 所有热心助人和需要帮助的朋友 请下载 Community360 一个为社会和弱势群体提供帮助和服务的爱信平台 APP Community360 你我一份力 让世界更美好啊 Peter 对了 对了 Episode of The Echern 没错 所以 听众们 如果你们了解的话 可以去这个 苹果的App Store 还有这个Google的App Store 去下载这个相关的这个APP 那时间上我们也是 可以再进入了 现在我们马上进入我们的这个第一个环节 波币聊时事 Let's go 大家好 我是今晚的主持人之一 外表软弱 内心强大的Alphie 大家晚上好 我是你外表魁舞内心温顺的Peter Hi Alphie 来今晚讨讨你了 我们所古代人说 加油三宝白头偕老 那来到现今的这个时代 还有一个宝是非常的重要的 你知道是哪一个宝吗 Hi Peter 你问到这样啊 非常的明显哦 你看看我们今天的主题 官家自保 保重有险 这里的保就是指保险咯 指的就是房屋的保险 不错咧不错咧 是的是的 那房屋是我们人生重大的这个投资之一 买一份好的这个房屋保险呢 其实跟这个选房子呢是一样的哦 他可以为你房子提供一个安稳的这个保障哦 所以我们说了 花点小钱来买保险呢 可以降低这个财务的损失了 做好这个房债啊 就住得的安心啊 对吧 对的 Peter 在我国啊 房屋保险 我们主要有 屋主的保险 所谓的homeowner insurance 火险 home fire insurance 和家具财产保险 house content insurance 三种 屋主保险保护的 就是所谓的 建筑的成本的本体 就是比如讲火灾啊 地震啊 火山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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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屋私抢劫等 会造成那个房屋 无法居住的情况 嗯 包括因为房屋的损坏啊 而令到周围的人 造成的损失的皮 那个伤害的补偿 啊 还有火险 火险主要针对是火灾 雷电 煤气 和火炉爆炸 这种情况 没想到啊 火炉爆炸 也是在火险的一部分 ok ok 所以一般人啊 申请这个款 房贷的时候啊 记得要买的足够哦 而且这个 全国的价钱 都是同意的 哎 这样好 最后的就是 家具财产保险 它保障的对象就是 我们的物内的物品 就比如讲 家具啊 电器 或者个人的财产啊 彼得 哦 原来是这样的 那在我国呢 我所了解的 我们最常见的 都是这个 房屋保险呢 就是这个火险啊 对吗 所以在这个火险呢 其实呢 当你在贷款 买房的时候呢 银行呢 都会要求你 会买这个火险的 因为这个保险呢 它是保障哦 保障这个物质啊 的本身的啊 但是呢 它的范围呢 就不包括这个 物内的这个用品的 这个物品啊 所以呢 这里也提一下哦 最好自己啦 买了这个新的物质 过后呢 也可以买这个 所谓的这个 物主的保险呢 还有这个家具财产的保险 哦 我们说这个是 Double Protection 哦 保障这个 你的家 还有家里面的 这些设施的安全 那如果呢 有些人呢 他提早 或者他还清了这个贷款的哦 也要继续买这个火险的哦 因为也要确保啊 一家人呢 在遭遇到我们说 无法事先预测的损失的时候 能受到保护的 对的彼得你讲的很对 你知道吗 你也之前你也讲过 我本身是从事这个 防火设备的行业 是 已经好多年了 所以我对这种火灾的新闻啊 特别的敏感 如果大家有印象啊 就是上个月头 在这个 彭亨加勒新春 是是是 发生了 有史以来 真的是最严重的火灾啊 彼得 是是是 我相信这个到时 当时 彭亿摘摩 彭亿摘摩 对对对 所以 根据这个统计啊 初步的统计 有48件民宅 和8件电路被烧毁 真的是幸好啊 Peter 幸好 暂时为止 到时 到现在为止啊 还没有接到任何的人命上亡 真的是 对了你看 就是这个火血的功能 你看我们说物质遇到最糟糕的情况 莫过于就是图片的完全被毁掉 所以遇到这个情况 需要花费庞大的代价来重建 这也是购买这个保险的时候 需要考量的因素 所以我们根据马来西亚 普通保险工会 这个PIAM网站的这个建筑屋成本计算器 大家也可以上这个网站浏览一番 就做出这些比较 他就说就拿这个雪兰的世贸业 就是什么业 这个物林一年的双层牌 如果要重建的那个成本 大概就要40万马币 这是根据这个双层牌物的标准质量罢了 然后它的面积为1694 这个方程是没有装修 没有家具 还是没有空调 这是做这个物生罢了 那再来呢 我们再拿另外一个例子比较靠近的 就是说如果是在这个雪兰额巴达林州的这个东南亚花园 我们说的这个Sea Park 就是30年的这个物林 双层牌物 重建的成本大概要63万令吉 这个是根据这个3080平方尺 也是这种普通的材料罢了 也是没有这个装修 没有家具 没有空调 这些就是这些计算的结果 哇 这费用非常的弹大 哇 彼得 你讲到这样真的是好夸张 而且我听你这样讲 这些成本 还不包括那种内部的装修 家具 电器 橱柜 如果真的要把这些全部算进去 我看没有10万也有8万 彼得 是啊 你看 刚才我说的只是用普通的材料 如果你要用上 我们说上等的材料 不止这个价钱 哇 真的是 说到这种建筑材料啊 我这里有张图 想说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是根据马来西亚建造行 联合总会发表文告指数 在巴森级雪龙一带市场调查 得到的参考数字为准啊 这有六大的建筑材料中 其中五项售价 哇 真的是比去年 涨了个五成啊 低的 涨了五成以上啊 真的 好夸张啊 所以除了那个受管制的那个杨慧 每包起了三零级 现在的卖价就是17零级一包之外 其余生 掌生的那个建筑材料 还有包括电线 铝制品 就是我们所谓的aluminium 玻璃 钢铁汁 还有木材 所以啊 从这里你可以看到 真的很明显的告诉大家 未来几年的那个建筑成本啊 肯定是在上扬啊 所以啊 有些钱真的是不能省啊 如果 对 就好像Peter刚才所讲的 花小钱 我们就可以防止这个大的损失 对吗 Peter 你觉得对吗 的确的确的 的确的 的确的 我们说了 早点做好准备了 以防万一 那在做这个准备的当儿的时候 我们也需要了解 自己的那个房屋啊 要怎么样知道自己是买对了这个保障呢 那我们说正所谓 Peter 不是说随随便便听听朋友啊 还是情绪啊 说这个一定要买 那个一定要买 是那么的简单的 我们说就单单以这个火显来说了 有很多的细节呢 需要特别的留意 去注意的 所以可以说呢 每个房子啊 都是经过这个保险经济人员呢 量身定做 提供一个全面性的保障 降低你的这个风险 哇 Peter 你说这句量身定做就对了 就讲对了 因为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嘉宾 的确是配合我们今天的主题 量身定做 来为大家分享 房屋的保险的每一个重要的细节 所以千万不要别走开啊 我们现在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环节 回屏啊 来 好了 来到我们第二个环节 丝绸之路 今天呢 我们非常的荣幸呢 邀请到 马来西亚受险精英百万严重 MDRT的连续两届 国家主席 在这个保险业里面呢 有着十年的经验了 他也是这个Proby APD公司联合创办人之一 成为我们今晚的嘉宾了 我们这里人非常的热烈 欢迎我们的Sean Yupp Sean Yupp 你好 Hi Peter 你好 Hi LP 你好 你好 Sean Yupp 今天非常谢谢你抽出你的宝贵的时间 出席在我们的节目 是的 Sean 所以我们了解到啊 保险有很多种类 每个种类都有很多不同的选项 那么今天我们其实要讨论的就是 普通保险 General Insurance的其中一环 那就是关于我们的房屋的保障 而其中我们也知道 活险是目前最为普遍的保险之一 也是最多人买的保单之一 活险的保障 可以有多宽呢 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的 以便我们达到全面的保护呢Sean 好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首先呢谢谢Papi邀请我上来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所知道的这些心得 那么刚才Alphie就问了 他说在这个活险呢 其实要怎样买呢 才会买到足够的保障 那么刚才我有听到 这个Peter和Alphie也有分享了 说活险呢基本上呢有分为几类的 就是基本上的活险就是保障呢 那个物业啊就是这个房子啊 或者是商店啊这些物业啊 如果遭到这个火灾的时候的损失 那么当然呢还有这个物主的保险 物主保险就是说如果你是这个产业的物主的话 那你有资格呢去买更多的保障 那么这些就是可以加上去的一些附加的保障 那么在这个简单来说呢 其实物主的这个保险呢 其实基本上每间公司可能他都有一定的 这个现成的配套 当然那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些附加上去的 等一下我们会去跟大家分析一下 那么这些呢都可以啊 另外再加上去就多一些保障 那么在最后呢就是住户 住户的保险 住户保险也就是说啊 在这个用着 现在用着这个房产的这个 可能是住者 就是跟这个业主呢 去住户这个房产来用的 也就是说好像Tannon 就如果你是在里面住的话 你也可以去买这个 所住的地方里面的这些保障 什么叫什么保障呢 通常就是里面所有的这些家具用品啊 或者甚至是商店里面的用品 那如果是做生意的话 可能是复印记啊 电脑啊等等的 如果是普通住客的话 就是住家的话 很有可能是电视机啊 钢琴啊 或者是洗衣机啊 冰厨等等 这些价值呢 比较高的这些物品啊 都可以受到保障的 好了今天我们就把这个镜头 转回来这个火险 那么火险基本上 火险呢简单来说就是 如果那个物业受到火灾 而造成一些损坏 或者完全呢 给损坏掉的话 那么他呢 这个保险公司啊 就可以啊 跟这个这个收保人呢 就可以跟这个保险公司去缩赔 那么去缩赔呢 去保障 去填补啊 这个业主的这个损失 那么最重要呢 还是哦 谁可以买 那么通常呢 租户哦 就是如果我是一个啊 跟这个业主租回来的 我是不能买火险的 只有呢 这个业 产业的业主呢 才有资格去买的 这个是第一个首要条件 那么他买的时候呢 还可以附加其他的这个 额外的保障 那么这些额外的保障就讲得多了 那么现成的这个简单 最基本的 我这个火险呢 就只cover啊 就只包括了 当这个业务啊 火灾的时候的损失 那么赔偿的 那么另外附加的是有什么呢 那非常非常普遍 而且呢 加上去的这个 这个 这个费用呢 也非常非常的小的 它不会非常的重 造成一个负荷的 那么简单来说呢 我们就有十多种啊 这种附加的 十多种 对啊 十多种附加的 那么很多人也搞不清楚啊 到底哪一种 它才是真正需要的 我们呢 我今天就带大家啊 去走一轮 看一看了有什么 首先呢 第一个就是呢 加上呢 暴动罢工和恶意破坏 什么叫 暴动罢工物 对了 有时候你看啊 以前哦 不是有很多 有时啊 这个商街示威啊 如果啊 那个啊 物质啊 或者是这个商店啊 就在这些啊 这些示威的地点呢 万一呢 遭到破坏 可能呢 是啊 一点 也不一定是火灾哦 可能呢 气啊 弄了 就是非常糟糕 破坏了墙壁啊 涂鸦了之后啊 等等呢 只要去弄回给它美观 把它重整 为原来的面貌的话 都可以保障 都可以收赔的 不一定是限制于火灾的 那当然是恶意破坏的话 恶意破坏的话 可能呢 甚至 如果是有坏蛋 去搞蛋的话 把这个房产啊 这个产业啊 给弄坏了 那么怎么弄坏 好像 喷气啊 等等 土啊 土啊 不要 那么这些呢 只要你把它去 修整好啊 把它回归为原来的 面貌 都可以收赔的 然后很多呢 这些 这些一般人呢 可能都不知道 这个是很值得加上去的 当然接下来呢 就是说 如果还有一个 特别的保障是飞机 飞机的损坏 那么通常呢 是在飞机场附近啊 可以看到飞机的地方呢 都应该很值得考虑的 万一啊 飞机紧急加降啊 或者是啊 怎样呢 弄毁了这个房子 靠近机场啦 Shawn你是说靠近机场 我还以为是 飞机经过我的家 哇 又会不会担心 他的轮子掉下来 所以是这样的 如果有买到 这个副价的保险呢 就有赔了 如果没有的话 就啊 就是这个 横窝是没有的 那么当然还有呢 接下来就可能 有一些天灾了 天灾就包括刚才 Alphie所讲的 这个地震的火山爆发 虽然马来西亚 没有火山爆发 但是它是一个配套来的 然后地震啊 只要是有迫害到 这个建筑物的话 你要去修理它的话 都有赔偿的 那么还有就是水灾 而水灾呢 有很多地方啊 特别是啊 有一些地区啊 是特别容易有水灾的 或者曾经发生过的 哎 这些地方都应该加上了 为什么呢 水灾呢 就和火灾当然不一样 但是呢 那些水啊 把那个物业淹到的话 可能那墙壁也会坏掉 那么需要去重整啊 油气啊 这些都可以缩赔的 那么接下来呢 还有就是这个 非家用的煤气爆炸 那么也就是说啊 特别是好像做餐馆的啊 或者是做一些生意啊 是需要用到这个煤气 或者有爆炸燃料 而不是家居的那种 家里的煤气炉啊 那么就应该也要加这个爆炸的 这个副家的这个保险的哦 那如果是那如果 那如果 那如果是家里 因为家里用煤气的 我相信都很普遍的嘛 对吗 那个如果是 如果是那用煤气而 煤气令到爆炸的 那这个单单 火险已经是包括在里面的 对了对了啊 先程啊 标准的火险已经 包括了啊 包含了家居煤气爆炸的 但是除此以外呢 所有其他的啊 就是商业啊 用途啊 或者是非家居的煤气呢 是没有包含的 所以特别是做生意的 朋友要注意的 如果特别是做餐馆 一定要加这个 副家的保险 要不然的话 爆炸了 把整间商店呢 给呃 或者是餐馆烧掉了 是没有赔偿的 是非常非常的 哇 可惜的 我相信这里 这里 Sean这里说的这个 燃料的爆炸 可能导致爆炸的 就 那些化学物品啊 对吗 对对对 化学物品 也是有的啊 那么好像是 好像这个 喷气的 骨气的 这些燃料啊 会提燃品啊 那些都是 对了 都是都是非常重要的 要加这个 这个副家的保障 所以所以非常的重要 观众们听众 如果这个 在你们住家的话 或者是你们是 商业用途的 如果有这些材料的话 一定要注意 要加 额外再加买 对了 对了 要加买 都不会很多钱的 好 但还有其他一些啊 可能我们都先少听到的 打个比喻 冲击损坏 什么叫冲击损坏 有时候啊 有没有看过 有时候有车啊 打窗进屋子里面的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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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啊 才看到一个笑话 他是这样的 这个啊 其实司机啊 就把他的车子 窗入了人家的家里 然后他跟警察说 我这个意外的这个对方啊 是在喝着啤酒 还有讲着电话的 警察跟他说 警察叔叔跟他说 先生 他是在他的家里 他是有资格 很有权利做 他任何喜欢做的东西 包括喝酒 喝电话的 所以呢 有时候啊 有些地区啊 是特别好像靠近这个主要的大马路啊 或者是也有这些风险啊 车费的很快啊 就是怕失控啊 而创进家里的话 都可以 加这个额外的保障的 好 这样如果是万一有发生的话 哎 墙壁坏了 或者物质啊 真的是啊 很危险的 要去重整 修理的话 这些都有报的 是非常非常值得注意的 当然还有一些 其他的就是水管爆裂造成淹水 水淹啊 整个这个建筑物 那么通常呢 都特别是这个比较有高楼的 特别是五层楼以上的呢 他的费用也不同 因为通常有这些的话就有一个大的这个吸水池 那么吸水池如果太过满超高超满的时候啊 水泄出来啊 也造成这个建筑物破坏的话 这个也是跟刚才那个水管爆裂 是同一类的都可以加上去 当然还有呢 这个土地层 土地层降啊 这个山梨奔蟹啊 啊 这些都是额外的 而又是另外一个附加的这个保障啊 那么还有一个啊 很多人啊都不晓得的就是这个茅草和野火 那很多时候啊 有一些啊住宅区啊 哎呀 他很靠近山巴 可能对面啊 或者隔壁啊 就是有很多这个草虫啊 那么可能是现在是很干净的 但是久没有理了 那些草野草一生长起来的时候啊 这些野草是非常非常容易惹火的哦 一个烟头 他可能就会着火了 一着火的话 风是一大 火是一大的话 可能就会把那个火种啊 给带到去 那个住家 就把家给烧掉 哎 如果一般这个 这个票准的火 火险啊 是没有包括这个 这个保障的啊 所以一定要额外加保 所以只要知道注意到哦 家里或者是附近啊 有这个野草 有很多这个茅草的话啊 很容易 燃起这个野火的 一定要加这个保障 哦 原来还有这一项的 是的 是的 那么其实啊 就是因为注意到这个啊 也是好事来的 这个呢 也是一种啊 教育的意思啊 因为只要你知道 哎 原来是应该要加保 才有保障的哦 不然的话呢 烧了起来是没有赔钱的 那么如果啊 现在的朋友啊 你家附近对面的话 旁边有很多茅草 特别要注意 因为是非常非常 引起这个野火的哦 这种情况 那么当然呢 还有一些比较 可能我们时常有听的啦 这个有时候啊 很刮大风的时候啊 这个附近如果有大树 那个树枝啊 被雷打到 跌下来了 打到雾啊 坏了 或者是弄坏了 这个这个啊 这个啊 小房子的话 保坏这个 可能特殊打下来压到 哎 这个物质啊 也被破坏了 哎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 额外的这个保险啊 可以加上去的 那全部都是在买了 一个基本的火险啊 再加一些额外的哦 英文叫做 就是附加的保险 一定要这样做的哦 好 那么啊 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 我就随便带过啊 那么 住宽多的 就是有很多时候 有一些有这个 灑水器啊 防火灑水器啊 Alphie就清楚了 这个是冰格 对对 啊 也是冰格会失灵的哦 如果一失灵的话 哎 他就把整间 防止弄到淹水了啊 破坏了 墙壁被破坏了 哎 这个也要另外额外买的哦 因为这个这个洒水啊 防火灑水器啊 他失灵的时候啊 是另外一个periocider 当然呢 通常呢 我们啊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 就好像啊 第三者的意外 特派的利益力 如果啊 时常有访客 通常是特别是做生意的 有访客进来 不小心啊 因为这个建筑物啊 或者是啊 里面的这个屋主啊 或者他的工人的 人为疏忽而造成呢 避伤者的这个伤盲啊 而当事者啊 受伤的这个人要 起诉啊 这个业主啊 或者这个啊 这个啊 这个里面工作的人啊 这个保险呢 这个避伤者发生意外的 这个估价的保险 也可以叫上去的 那么啊 还有呢 比较标准的一些商业的 我们就稍微谈一谈 就是很多都有玻璃精啊 因为看得透啊 从外面就看得到里面嘛 那些玻璃精啊 在前门的呢 也是要特别买的 有时候不小心啊 被这个破坏掉啊 或者是顾客啊 撞到啊 烂掉呢 那么如果也要去买这个玻璃精的宝藏 这些都是 户价的宝藏来的 好了 我们可能呢 接下来 彼得和Alphie就会问 要怎样买啊 这个火险啊 才买的 对对对 对对对 因为单单听 Sean 你这样说 我们刚才开始的时候 我们是说火险嘛 对对对 所以原来火险 你看它里面的细节 是那么多的 它的选项 哇真的有十多种 所以所以非常非常的 就是说 呃一般啊 叫做我本身啊 我本身 是有买火险的 但是 我不晓得 原来它还 还有包括 不只是 里面 物质的里面 还有 物质的周围 对啊 对了 这些环境都会 影响到你 这个保单啊 对 非常的 非常的 对了 这些副价 选项啊 副价的保障选项呢 都是呢 不一定啊 就是要看啊 那一个房产呢 有没有这些风险 打个比喻是远离机场的 就不用买飞机的损坏 啊 如果是啊 这个知道这个区域 是非常非常难 啊 有水在的 因为是在这个 比较高的地方 啊 又不用去特别买 通常呢 好像靠近山坝 或者旁边啊 山坡的 哎 这些就要买那个啊 土地成降 或者是山里崩蟹的 这些是副价了 那当然现在呢 很多时候啊 就是要怎样买的 对 哎 那么其实呢 火险啊 如果万一啊 发生了之后啊 或者是整件建筑物 要重新起过的时候啊 它最主要要保的呢 那个实在的价钱呢 就是重建 重建整个建筑物啊 回到原貌 啊 要记得哦 回到原貌 那有朋友啊 时常或者顾客会问他说 哎 我本来是三层的 我现在 有事情了 我起回两层可以吗 不行 哦 啊 如果我本来两层的 我现在起三层 行吗 不行 因为都是要重建回啊 原本的面貌啊 而且呢 是根据啊 本来的这个世纪啊 去建建 重建的 那么重建呢 通常呢 就怎样买得准呢 那打个比喻啊 如果买一套房子啊 是这个500千 马币的话 嗯 那么通常呢 要保呢 不一定要保500千 为什么呢 哦 怎么说呢 如果要重建的话 其实是看他重建整个建筑物 因为你当我们买啊 一个房产的时候啊 他有包括了那个地嘛 所以地呢 是永远都会在的 是烧不掉的 那么那个地呢 就不用再算进去了 那么打个比喻呢 所以要重建呢 要多少钱呢 通常呢 好像刚才彼得不是有去分享啊 这个PIAM啊 是 Generate Insurance的这个网页 这个网页 对 他就可以给你一个预算啊 大概呢 估计啊 重建啊 你的这个建筑物要多少钱的 那么通常呢 在基隆坡市区呢 他的一个不是非常标准 但是一个很可靠的依据呢 就是每一个平方尺啊 是180块到200块马币的 哦 就以这个标准来计算啊 对 就以这个估计啊 但是真正实实在在的 最好是找一个建筑师哦 去股价 哎 到底要起回啊 这个原貌呢 是大概要多少钱 那刚才呢 Alfi也有去分享了 说哎 这些建筑材料啊 那每年都一直在不断的增长 所以呢 我们在买活险的时候啊 其实啊 每个一两年呢 都要重新股值啊 我们到底重建整个建筑物啊 值多少钱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啊 买少了啊 赔的时候 都缩赔的时候啊 就可能会面对一些挑战了 那很简单的 打个比喻呢 如果这个房产是一百万 重建啊 如果是一百万的话 那么应该呢 要做的呢 就是要买一百万马币嘛 但是有些人呢 他说哎 我可不可以省一点 我就买五百千就好了 哎 他就省下一个一半的保费哦 对吧 好了 那么如果呢 这些这个这个建筑物是全亏了 啊 全亏之后呢 你就收赔是一百八千 没问题 你买五百千 他就赔你五百千 那么其实你重建呢 你还要真实给他看呢 你记得吗 刚才我说 我本来三层 我现在起一层就好啊 两层就好 不行的 你还要重新起回 所以也就是说啊 你整个起回的话 要一百万的话 保险公司只赔赏五百千 那另外五百千呢 要自讨要报的 这个要非常注意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呢 如果万一啊 这个建筑物啊 不是全亏 是一部分毁坏罢了 我们就讲 说打个比喻一半 就是一半的这个 破半部了 就就破坏了 如果再重建起回的话 要用一半的价钱 刚才我们说重建 整个建筑物是一百万嘛 现在如果重建一半的话 就是五百千对吗 但是这个业主哦 他当初没有买一百万 他只买五百千的保障的话 那怎样赔呢 保险公司是怎样赔的 你买五百千 本来重建整个建筑物是一百万 但是因为你买了一半五十八千 所以呢 他不管你的费用是多少 你有办法真实 哎呦我重建整个建筑物 一半的建筑物是用了五百千的 他也只赔你的五百千的一半 所以你只拿到二百五十千 所以千万千万呢 记得不要 就是不要去保的不足 宁愿呢保多一点 都不要保的不足 而且通常呢 刚才问了这个工程师啊 要重建整个建筑物 要多少钱之外 其实还有一些额外的小费用 也要注意的 通常呢建筑物有被破坏了 可能是火灾啊 水红啊 或者被车撞到啊 他一定有一些垃圾嘛 对吧 这些垃圾啊 就是碎片也好 什么都好 其实在重建的当额啊 之前呢 一定要把它清理的 叫做清理垃圾 这清理垃圾也是要一笔费用的 通常你就要找这个 这些汽车啊 这罗里啊 来把它搬运啊 去应该垃圾场呢 去把它丢掉的 不能先面丢的 那这些都要有一个费用的 可能简单来说啊 普通的建筑物的话 少则来说 都要一两万块马币的 这些也要预算进去 另外一个就是啊 你要重建建筑物的时候啊 就要这个工程师啊 特别又再批准过 那么工程师的这个 实际费用啊 这个 这个engineering fees 也要加进去的 好几千块 甚至一两万块 也要加进去的 所以这些呢 都要包含在里面的 嗯 哦 原来还要了解到 这个包含这些费用的 那刚才你说 这边有说了 买的时候 就要精准的去 算那个 我们说的那个保额 对吗 然后呢 也有 不能忽略掉的 那这里我又再问了 Sean 如果呢 这个家伙 他当初 他买的这个保单的时候 这样就是他拿了新鎖匙嘛 他就买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保单 当他住了可能一年过后 哎 他做extension了 我们说 就是额外在伸展啊 可能如果他是脚头间 他伸展旁边 多一个 多一个unit出来 或者是去后面的这个unit出来 那么 这个如果他 突然间了 我们是真的是意外发生了 嗯 可以赔偿吗 那是这样的 你看那个建筑呢 到底是 有多 多个多大的工程啊 那么如果呢 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些 好像一些 这个盖而已啊 叫owning啊 或者铁花罢了啊 那么通常呢 其实啊 根据法律呢 还是要去市政局啊 得到这个批准的哦 但是很多啊 一般的市民都没有这样做的啦 那么如果是很简单 很轻微这种呢 就不是很大的问题啦 那么大家都啊 保险公司有时候呢 都明白呢 都会可能通融 但是如果这些事啊 这些事啊 这个用砖的 这些建筑 结构呢 就一定要得到这个 当地的市政局的批准 有批准了之后呢 还要呢 再另行通知保险公司 让他知道 哎 我的这个原本的房产啊 已经啊 有一些改造了 这些都非常重要的 而且呢 在做这个 买这个保险的时候 最好呢 都有一些照片为真啊 因为特别是 你的结构啊 等等呢 以后有什么事情啊 都方便啊 让这个保险公司的调查员啊 去做一些调查的 嗯 嗯 嗯 了解 所以所以是重要的 就是一定啊 我们说要 要有这个照片啊 这个留下 做这个 最好的 就是因为有这样多 这些附加的 很多的一般人啊 就是大众呢 可能都不是很了解 很明白哦 所以呢 要真正买到 最适合自己的 这个 这个 保险呢 或者是这个 物主保险呢 我们今天都不讲住物保险呢 就是它里面的那些 所有的哦 但是我们只讲 保险再延伸到 物主保险呢 最好呢 就是去找一些 比较有经验 哦 然后呢 可靠的保险 代理员呢 去给这个 给他去 咨询啊 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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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拿一些资讯啊 要怎样呢 才保得足够啊 最主要呢 是不要保得不足 保得不足的话 真的就好像 保了等于没保啊 是非常可惜的 是的 了解 那那我就再继续问 哦 那如果说 这个投保 这个买这个火鞋 他有没有看 你的物质 的这个建造的材料 会不会说 呃 你是 我们说现在全部都是 石的物 就是砖的物了 对对对 其实有一些是 木的物哦 木的物 是的 可以买吗 可以投保吗 还是 半木的 我们说 有一些木 有一些家是 半砖半木的 到底他用怎样的呢 对对对 那 基本上呢 如果是非法物呢 是买不到的啦 因为那个是 被售这个市政局 可以准的嘛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讲 这新村物啊 很多不是有版的 刚才不是 LV有说 哎 这个哦 火载啊 到城 是这样的 如果他不是全砖的话 一定啊 也要跟公司 保险公司申报 那么有一些保险公司呢 是愿意接受的 有一些呢 都不愿意接受 就看啊 个别的 这个普通保险公司啊 的这个 可以承受的风险呢 那么 但是要记得 一定要把这个石琴啊 报上去 因为如果他是 含有一些材 木材的话 木板的话 他的这个 这个保险呢 的费用会比较高的 因为 他的确的风险呢 是比较高的 当然呢 木林啊 这个房产的 这个年龄啊 也是有影响的 当然 他最主要的影响 是在那里 那是在战前 在殖民地的时候啊 那一种呢 那一种墙壁 是特别特别的超厚的 那一种 但是啊 因为那个建筑会 已经太旧了 可能他的电线路线里面呢 也没有 没有好好的去 去把这个 维修化 照顾的话 他也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实际上我们有听说 就是 电线短路而引起火灾嘛 这些非常 老的这些建筑物呢 特别是战前 或者是这个殖民时代的呢 有一些公司 也不是很愿意保的 除非呢 他是有经过 特别的装修 有证据看到 证件啊 已经翻新了 那么在 如果在早前这些旧的 这些房子是有木板的话 很多保险公司都不愿意接收的 都不收保的了 了解 2月3月的时候啊 哎 收赔了啊 可能是有一些小小的这个损坏啊 或者等等收赔了 之后呢 这个保障就没有了 就要 如果还要继续的话 要重新啊 再买过的 Sean 我是想问你说的缩赔 就算他不是赔 全赔 他只是缩赔一部分 也是要重新再买吗 对的 对的 是的 要买的啊 那个这个reinstatement 就算你可以同 同样的公司再重新买过 或者是跟其他公司买过 也没关系 但是一定要重新买过 不然是保障就没有了 了解 了解 100 是的 然后这里呢 我们再继续的想了解一下 你看啊 活血呢 刚才说的活血只是保障这个 屋子的这些 的构造 的结构 但是这些好像是我自己住的屋子 我里面的东西 也有一个另外一个保险的 就是这个 我们叫做这个财务的 这个家具财务吧 house content 对吗 那这个house content的这个呢 你看了我们说 普通的一个家庭啦 又有家具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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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 自己的这些装饰品啊 之类的 那这些是应该是以怎样的方式来进行 就是如果是 我们说这些insurance agent啊 他是怎样的advice呢 好了 去家宝呢 嗯 那么刚才我们所讲到的 就活血呢 或者物主保险呢 都是保障啊 整个重建啊 整个建筑物嘛 就是如果全轨的话 重建整个建筑物 那么里面的这些啊 这个其他的用具啊 打个比喻呢 就啊 好像刚才我们所提到的 钢琴啊 电视机啊 电脑啊 冰厨洗衣机啊 甚至一些比较昂贵的 这些啊 这些电器等等啊 都可以啊 另外在家宝的 这个就是住户保险 那么一定是要在里面住的人啊 就是他在用的这些啊 东西呢 他才可以买的 那么这个是另外在买的 就是说如果是住客呢 他也可以去买的 那当然呢 还有附加一些不同的外保障 好像这个经贼打抢的 都可以再加上去的 那么那么啊 那么呢 当然那有一些细节也要注意 有些人说 如果家里有古董 有这个名画啊 是非常少公司 甚至大部分公司都不愿意保的 这个啊 这个价值连城的这些啊 比较昂贵的 但是如果是家里有一个 Grand Piano啊 哎呀 这个可能啊 一万两万的 只要你有证据 有这个收据 有照片啊 都可以有机会买到的啊 就要把所有的这些保障啊 家里的用具啊 全部统计 就是大概一个大的一个 一个一个 要保多少值 那么而且呢 如果里面呢 这些用具 或者里面保障的物品啊 只要有超过5% 总值5% 打个比 因为我说我所有东西 加起来是100千 只要有超过5000的话 大部分的保险公司 都需要他列出的名单来 就是在买的时候 就列出名单说 要买多少的 那么这样子来做的 所以那也是呢 非常重要的是 也不要保少 因为他也是刚才 跟这个防火险的一样的 那么如果是买少呢 他也会以 刚才我们所讲的 那个方式啊 那个formula 那个方程式来赔赏的 那个方程式叫做 平均法则 law of average 这个是也很多啊 是这个大众也不明了的 那么最明显的 其中一个就是汽车了 汽车其实跟我们息息相关嘛 每辆车都有车险嘛 这个车啊 如果市值啊 是5万的话 我要省钱 我买3万罢了 如果是全轨的话 他就赔3万 但是啊 如果是啊 有一些损坏的话 他未必是赔赔足的 其实他其实 如果车险的话 甚至你买少的话 他也是未必会赔足的 这个更加 更加啊 这个严格的 那我们今天拉回来 又讲回活险呢 活险呢 一样啊 在这方面呢 如果你啊 你买不足的话 真正呢 就以这个平均法则啊 是也赔不足的 那么时常呢 都自己还要讨药包啊 所以得不赏赐的 所以要买呢 就买的比较完整一点 我们再讲回来 再去 住屋的保险呢 我们还可以 买完所有里面的 还有当然呢 还有其他的一些 额外的保障 好像如果甚至呢 这些用品啊 好像啊 如果有 带离开这个 这个租架 而被偷的话 被抢的话 都有机会 收保的 当然如果是 非常名贵的 这些 好像这个手表啊 这个珠宝钻石呢 都要啊 要特定的 这个安全的实施 就是说 可能要有这个墙内 的保险项啊 才可以啊 保险公司才会接受的 所以都要 特别的注意 如果当有这种情况的话 都是啊 Case to case basis 都是啊 要把它申报 给保险公司啊 然后保险公司啊 再去以收集到的 这些资讯来衡量 到底呢 去保不保障 这个顾客的 嗯 嗯 清楚了 清楚了 所以你看 今天我们都说了 每个家 我们说这些保险啊 都是量身打造的 他就是不是说 一个统一的 对吗 每个家庭 你是小小的 我说你是这个 这个我们说你是排污的 又排污的买法 对吗 你是住这个 对 就有这个 空中的买法 所以真的是 不同的 所以在这里呢 大家也了解到呢 单单一个这样的 火血呢 其实他有这样多的一个选项来买 还有也有这些不同的这些种类的这个形式的 所以我们今天呢 都得到很不错的这些资讯啊 关于到这个火血的家里的火血 今天我们就是只是谈家里的火血 因为我们说到头来的每个人都是有一个家 就是我们说花一点小钱了 买一个宝藏了 到最后就是要有一个安乐的锅 大家住的舒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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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开心心 对吗 是吧 是的 所以今天呢 我们也是非常的谢谢 Shawn上来这里呢 提供我们有关的这个保险 这个火血 我们说这个Generate Insurance 其中的一些的宝贵的意见 那今天呢 我们的这个第二个环节呢 我们就谈到这里 现在呢 我们就进入我们的第三个环节 波币必打 不要走开哦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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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来到我们的第三个环节 波币必打了 是的 是的 来了 我们第三个环节呢 今天呢 我们也是邀请到我们Shawn 跟我们一起参与 因为呢 这个波币必打呢 也是跟这个 保险 保险 有一点关联的 那今天呢 其实我们的这个波币必打呢 我们是以 几个我们是说 看图来说故事 对吗 Alphie 对的 对的 而且我们也 那时候我们也会开放留言箱 给我们的观众 去给一些意见 或者是给一些解答 对吗 Peter 是的 是的 对的 在我们听众呢 对这个环节 我相信是也是熟悉 不过新的朋友呢 今天呢 待会呢 我们就会给大家看个图 让大家觉得 这个其实是跟 刚才第二个环节的保险呢 是有一点关联的 如果你留意到的话呢 你们可以再留意一下 把你们的这个意见呢 或者你们的答案都写出来 让我们看一下好不好 那我们就进行来 看我们的第一个图 来 哇 这个是什么 Alphie 这个是什么 就我英雄 每次在新闻看到的 就是给阿龙放火 这个 Sean 这个如果买了火鲜 有的claim OK 只是纯粹 买标准火鲜 就没有的 缩赔了 所以一定要 他买的当额 就是还没有发生事情之前呢 一定要加上这个 暴动 罢工 或者恶意破坏的 这个固价保险呢 这种情况之下呢 就有赔了 OK 所以大家要留意 当然不是 不是说什么 这个刚好 这个是很 很特别的一个 特殊的情况 就是家刚好 是被阿龙放火 哈哈 这是我们是 拿来问问看 考考这个Sean的 我原来是可以赔的 OK 不过要买副家的 记得要买副家的 所以就 加多一个副家 就 就把完全部了 我们就说 对吗 对的 对的 就有多额外的保障了 额外的保障 到这种情况之下 就会有保障了 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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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图片 第二张图片呢 哇 这个狗力 很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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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不是你的家 Peter 也不是我的家 哇 这个 不是啦 不是我的家 不是我的家 这张图片要给 credit他真的可以拍到 那边 那这里呢 我想问问 这些听众 这些观众们 如果 我们说 打个比如 当你的家是发生这样的 可以做什么 你们 有买足保险吗 这里是 其实是这样问的 Sean我想问你 这里是这样的 这个是租客 我的租客 我租给他的家 他用厨房的时候呢 我不知道他是怎样 他没有去看他的 烧菜的时候 他没有去看他的火 就把我整间厨房烧掉了 可以赔吗 可以赔吗 好了 这个就是 这个也就是 火而引起的 那么 如果你是 租给租客 而你是业主 你又买到 有买到火显的话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 是因为 如果 你的这个租客呢 是就是 在家里 只是煮一餐 这个晚餐 午餐 在家里食用的 就是普通家里的 他家里用的这些 器具 主材的这个器具 全部都是 家里正常用的 这个情况是有包的 有包的 有包的 哦 这样我安心好多 安心好多 我担心 等一下 没有得赔 够烈 对啊 对啊 对对 有的 有的 那么这种情况 其实我看到照片 我就想到 他外面就是暗暗的 应该是晚上 通常晚上拍照都需要打灯的 不过这种情况 他就不用打灯了 哈哈哈哈 这个够 够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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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那个 那个光够了 很够了 是是 很真实 非常的真实 但是这里有一点 你看啦 如果你看那个图片呢 他有那个微波炉 不是不是 那个不是微波炉 那个是 oven 有那个厨具 kitchen cabinet 有那个 washing machine 都是在这个 还有一个 dining table 就是说他全毁掉了 所以我 我到时要赔的时候 也是赔完全部的吗 他是这样的 通常呢 我们买火显的时候 就需要这样来 这份类的 首先呢 我们刚才一直提到 就是重建整个建筑物 对吗 所以那个是一笔费用 然后又再加上 清除垃圾 还有如果整个 全毁的时候 清除垃圾 或者是 这个还有这个 这个工程师的 这个试剂图 这些都要加上去呢 那么 整个建筑物重启的时候 如果啊 他在里面呢 有一些架式 或者是厨壁 这些在这个墙壁上的 这些厨 你看在上面啊 还有下面 这些呢 是搬不动的 搬不动的呢 这些架式厨具呢 已经是 属于啊 这个建筑物的一部分 好 那么呢 叫另外也可以 加上去可以保的 那么首先呢 当然是要给它归类 就是说 重建整个建筑物 多少钱 里面的这个 钉在墙壁上啊 也不能移动的家具啊 这架式啊 这个墙壁上的 这些厨 厨柜呢 入置多少钱 甚至 整件家的装修 是多少钱啊 都要把它分类 给它列出来 列出来 那么在 缩赔的时候呢 就很容易缩赔 当然再加上呢 照片 然后这个照片就是 我们之前是怎样的 这一张还可以看到一点啊 但是如果在迟远的话 就可能看不到 无稀骂黑的 对对对 对对 所以呢 就一定要有这个 在 在还没有事情发生的时候 照片给它存档 或者是把它发给这个 这个保险 从业员 那么它也会把它 就给这个保险公司存档 以后呢 万一呢 有缩赔呢 就容易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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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了 就可以容易赔偿到了 了解 了解 好的 还有一个啊 还有一个啊 其实呢 很多啊 如果你是把 物质啊 刚才你是说租客嘛 如果你把这个房子啊 是租给 其他人租的话 还有多一个保障 也可以加上去的 这个叫做 租金损失 那打个比喻啊 如果啊 我每个月啊 在收着啊 这个1000块的月租啊 那么如果万一啊 他有事情啊 火烧了之后啊 要在重建的时候啊 很多时候就是不能住人的嘛 对对对 所以那个时候啊 那么个住客也不会给租金的 因为他都没有住嘛 也收不到这个租金的了 那么我们也可以把它加进去的 然后如果你是1000块啊 1000块一个月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加 可能一年啊 半年啊 或者是多少个月 你都可以算准准进去 说我要再加上去 这个保障呢 也是一起全部 同样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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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费的 哦 这个非常 这个非常 这个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啊 通常如果特别是住给住客的话 通常都要预算一下 哎呀 如果在维修重建的时候啊 可能是好几个月 甚至一年啊 一年半两年呢 都可以加上去的啊 这个就写得清楚的话 那个保险公司就照赔的 好 当然到时候呢 他也的确看你啊 真正呢 这个房子啊 还没有重建好啊 不能住人的 那个片段是多少 那个period啊 那个时间是多少 他也照赔 就你买两年的话 但是只有用了半年来重建呢 他保险公司就只赔呢 半年了 因为接下来你就有住进了嘛 那么他就没有的再说赔了 嗯 了解 了解 好的 好的 谢谢你了 那我们再继续看 我们第三个图 好的 哇 这个 如果我在我的家买了一个 这么美的前面这么美的风景 空气很清新啊 前有名堂 后有靠山啊 很好的风水啊 So Sean 你在这里 看得出有一些什么问题吗 我的家 这个美啊 这个怎么说 对啊 这家前面对着一个 大空大空地呢 大空地就是我所了解 对啊 刚才Alphie讲的 前有名堂 后有靠山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宝地嘛 福地啊 风水之地啊 对啊 对啊 让我们的 Sean 来帮我看看会有什么问题呢 如果我买了一件这么前面这么好的风景的一件 我买了咯 你 了咯 你 了咯 你 了咯 换咯 首先呢 一看到这种情况呢 如果和保险没有关系先了 我们就要注意蚊虫啊 很多蚊虫啊 小心啊 这个黑帆蚊虫啊 第二个一讲到火险的话 如果只是买票准火险啊 因为这个草虫野草啊 而有一些火种而导致野火啊 然后那个火延伸到把自己的这个房子给烧毁的话 是没有赔赏的 所以一定要在这个票准的火险再加上这个啊 这个野火啊 的这个额外保障啊 这样就有得赔了 哦 哇 这个是恍然大物啊 经过Sean这样这么讲一讲 我相信 Sean也解答了我们很多观众的一些迷失 一些保险的迷失 我们通常都不会在外面拿到的一些资讯 哇 真的是厉害厉害Sean 真的谢谢你 谢谢你 这个这个在这个啊 这个如果是在这个从事这个普通保险的火险呢 通常有一些经验或者比较啊 专业的呢 他这些都应该是要跟这个业主啊 分享的 所以那业主在这个也是一个学习过程呢 他只要明白了之后啊 他以后买这个火险啊 或者是屋主的这个保险呢 就会特别注意这些事项啊 这些都应该很值得我们去深思啊 到底啊哪一些是真正我们需要 而应该要买到足够 要不然的话就买了可能等于没有买啊 那真的是啊 这很可惜啦 钱出了又说不到赔的时候啊 就有时候啊 就看到人家说哎呀 保险呢可能为什么不赔啊 其实背后的故事啊 没有人知道啊 如果他买到不足够 当然自然啊 赔赏也可能就啊 不会啊啊 完完整整的这个拿到他应得的了 了解了解 所以所以听众 所以听众了吗 今天你学到了吗 所以呢 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这个节目里面呢 我们都今天所讲的这个主题呢 都是有一些啊 我们留意到Sean有跟我们分享的一些特别有说的重点啊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看看啊 现在看看自己现在买的这个宝单呢 有没有把这些重要的环节呢 列入在里面的啊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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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里也非常的谢谢Sean呢 今天出席在我们的这个节目 我们的这个经商环节也是到此为止了啊 那接下去呢 今天呢 我们还有一个啊 彩蛋的这个节目就在后头 所以大家呢 请不要离开先 请不要离开哦 那我们的这个啊 预见漂流评呢 今天的这个第四五集呢 就到到此为止哦 这个预见漂流评这个节目系列呢 是由这个ProBiAPP全力赞助的 所以请在这个ProBiAPP的脸书的点赞和分享 或者留言 还有记得在你们的手机里面呢 去这个苹果的App Store 还有这个Google的这个Press 去下载这个ProBiAPP的 那ProBi呢 让你梦想成家 ProBiAPP呢 是全球第一个全方位 这个手机应用程序 一站式的智能的APP 为你心爱的家 提供一切所需的这个服务 让你无时无刻的零距离接触 是的 Peter So谢谢大家今晚陪我们 度过这么一个美好的时光 也是我们的福气啊 Actually Peter 因为我们邀请到Sean 为我们解答这么多 我们不知道的迷思 关于这个Generate Insurance 保险和火险 真的是观众的一大的福气啊 好的 So我们下个礼拜 谢谢Peter 谢谢Elphie 谢谢Sean 谢谢Sean OK 那我们下次再见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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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走 去收到你 去收到你